Hello,大家好,我是和你们一起变美的搭配是曼曼 曼曼现在来到了上海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马天奴位于上海的运营总部 跟着曼曼进去看一下吧 马天奴是源于意大利的一个轻车品牌 它的话是以国际化、时尚化以及多元化为设计元素出发点的 大家可以去看到曼曼身后的话有非常多的连衣裙 像马天奴家的话呢 它素色、素镜的颜色会做的比较少 相对来说呢花色会做的比较多 即使像曼曼身上的这种素色版的 但是它还是在你胸前做了一个非常重工的一个刺绣款 而且它是带了金色 他们家为什么金色这么多 因为金色聚才 小香风的话呢 是每个品牌都会融入进来的一个时尚元素 像现在曼曼手上拿的这款外套 我刚刚有试穿过 它底下即使是配一个半裙 或者是它配套的一个短裙 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搭配 而且这个款式的话相对来说 它会比较显气质 现在呢慢慢换上的这一件 嫩嫩的这个花色的连衣裙 大家眨一眼一看 一定以为是聚集纤维的面料吧 不对 它这一件的话是百分之百全羊毛的 而且上升之后的话它是非常的软 但是呢它又具备了我们这个聚集纤维的挺阔型 像这一件的话它有做了一个长款的连衣裙 以及曼曼手上拿的这个衬衫款 对于我们的选择性也是比较大的 现在呢我手上拿的这个款式的话 是他们现象装柜的一个爆款 像这个款式的话对于都市女性通勤风来说 它是不错的一个选项 非常的简洁但是上升之后又干净利落 曼曼呢这一次的话 又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外套 因为我觉得马天子的外套真的太中工了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件啊 这一件小开衫 它不光是这个胸前给它做了一个这个刺绣的定租 你们再看一下去背后 它很简单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抖棚款 但是呢它又在细节上面 促促体现了它的这个精致 马天奴家呢我觉得 必入的一定是他们家的花裙子 像现在曼曼手上拿的这一件的话 是特别适合我们秋冬来穿的 上面的话是一个蕾丝 底下的话是我们的丝绒 丝绒上面的话呢又带了我们的这个 大花卉的一个设计 像这种的话呢就花而不俗 这个配色一上升之后 是不是满满的高级感和精致感呢 就让你的冬季里边搭配一件黑色的外套 是不是显现出了一点点的色彩呢 金酒银食 很多姐姐们一定是要接下来会参加很多的婚礼 那么这一次慢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 我们的婚庆系列 喜婆婆穿系列 还有我们的这个妈妈系列啊 都是非常棒的 像这些款式的话 它是非常的经典 如果你喜欢马天奴 如果你喜欢通膏刀领装 9月30号下午3点钟 慢慢在直播间 与你们不见不散